秦始皇 司馬遷 孫中山 宋美玲 哥倫布 拿破崙 愛迪生 希特拉 一個個熟悉的名字 一段段驚心動拍的歷史 古今風雲人物 主持張偉國 曾卓妍 和你細數古今中外 全奇人物的風雲時跡 古今風雲人物之鄭和 太子祖世 明太祖朱元璋深信 他自己一手建立的大明王朝 能夠世世代代延續 他按照宋朝的儒家學說 為駐家皇室建立一套的樹分明 掌有有罪的倫理秩序 明朝建立立克拓風的長子朱標為皇太子 亦即是帝位的繼承人 其他二十多個皇子 則陸續分封到全國各地 為皇室鎮苦地方 皇太子朱標性情歡和 對於父皇的苛暴不以為然 因此經常勸姦父皇要善待大臣縮長 而朱元璋就認為 太子應該明白創業的不義 守成的艱辛 以自己的經歷奮度太子 希望太子能夠駕馭群臣 建立君主權威 父子之間經常因此爭論 鴻武二十四年八月 皇太子朱標奉命巡視陝西 回朝之後獻上陝西地圖 但因新勞過度隨即患病 第二年五月病死 享年三十六歲 皇太子朱標死後被稱為二民太子 皇太子朱標英年早逝 朱元璋多年來培養太子繼位接班的心血 就此落空 他的悲痛和無奈是不言而喻 而且朱元璋當年已經六十三歲 太子的長子朱韻文只有十六歲 比起性情歡和的皇太子更加柔弱 但朱元璋已經沒有另一個選擇 只能按照儒家禮法立穩文為皇太孫 他寄望皇太孫的朱偉叔父 能夠在太孫繼位之後 輔助新軍、拱衛社職 但亦因此潛伏了朱皇謀奪帝位的隱憂 古今風雲人物又和大家見面了 我是張偉光 我是曾卓妍 大家好 今次我有一點沙聲 不好意思 各位聽眾忍受一下 我們上次說到鄭和 在洪武十七年的時候 被遠征雲南的明朝大軍 以戰夫的身份 押送回南京當時的首都 最後被閹割成功中的太監 而以宦官的身份 就送到當時的北平府 是元朝大都的僱子 亦都金利的北京市 追隨朱元璋的第四仔 燕王朱棣在他府中做這個宦官 於是就展開他人生的另一個階段 沒錯 我們之前也說到 鄭和的起點非常坎坷 但他之後又可以慢慢飛升 做到所謂的三保太監 大家都認識他 因為燕王這個人 朱棣上次已經說過 是朱元璋的第四仔 朱元璋一共在紀錄裏有二十六個仔 除了兩三個早死之外 其他都能夠長大成人 而朱元璋在他開國的戰爭過程裏 他感覺到自己的家族非常孤單 以前已經說過了 是貧府的農民出身 他的哥哥一早已經因為瘟疫 因為饑荒而死了 剩下的唯一一個親侄 就是朱文正 後來朱文正犯了過失 在朱元璋的處罰下 屈屈而終死了 所以他的家族 其實只是剩下他的所謂一家人 所以後來做了皇帝之後 陸續續生了很多兒子 他覺得我這個家族 要鞏固明朝的皇室 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在紅武初年開始 他的兒子已經未成年的時候 大概七八歲 已經把兒子陸續續分封在不同的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所謂的封建的復辟 為什麼封建復辟呢 就是朱元璋認為最可靠的莫過於他自己的子侄 於是將長子秦皇朱爽封在今天的西安 第二兒子晉皇朱江封在今天的山西太原 第四兒子燕皇朱棣封在今天的北京 當時的北平府 亦都是元朝的大都所在地 將他第五兒子周皇朱叔封在開封 如此類推 一直在成都 在武漢、長沙 甚至沿著邊疆 廖王、朱直、寧王朱拳 封在元朝的上都 當時的開平府 後來的大寧衛 用了金王、谷王、宿王、寧王等等 這些王一共封了二十多個王 散佈在全中國各地 他的想法就是 通過這些兒子封諸侯王 用他的強大的軍事力量 監管著全國各地 讓全國各地的人不容易背叛 所以這就是封建復辟制 在朱元璋的規劃藍圖裡 他也有他的道理所在 都是自己兒子、親生兒子 封在重要城鎮 可以保衛自己的敵系 理論上很有傳統 一個大家庭、一家人 去想法的做法 但實際上 如果我們看中國歷史 常常都會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封建帝制之下 究竟我們走的是中央集權 還是分封諸侯王 讓他基本上是獨立王國的管治 這個問題在不同的王朝裡 都是一些困難所在 我大膽地說一句 朱元璋可能沒什麼讀歷史 因為在歷史裡 其實這些類似封建的王朝裡 都有幾次不少的問題在裡面發生 有問題的 為什麼呢? 你說他不讀歷史 又完全不是 因為他都找很多 所謂有識之士教他讀書 他做了皇帝之前之後 起兵作抗原之後 他都找了很多書生 在他身邊教他讀書 結果都沒什麼學到 未必他所考慮的問題 就不是這個問題 而是他自己的皇室很單薄 於是希望能夠借用他的子侄的力量 來監管各個不同的地域 當時說的無計可施 除了之外 在這樣的情況下 當時朱元璋雖然統一天下 成為了大明皇帝 但是當時有很多不同的勢力 仍然存在 譬如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功臣裡面大部分是淮西的功臣 這個淮西就是在他家鄉一帶的 一些所謂的軍事將領 以及跟隨他起兵的一些謀士 包括這個韓國公李善長 包括這個徐達 常遇春 扶友德 鄧宇 湯和 等等大群的我們所謂的 從龍起兵的將士 而這些人 他們都手握重兵 作戰非常勇猛 在建國的時候立了大功 他沒有辦法制衡這些人 所以在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後 就分封了很多的功臣 譬如分封了他的頭號功臣 李善長 做這個叫韓國公 是功臣的第一位 而且是中樞丞相 地位非常之重要 而朱元璋控制大局之後 要治理各省 治理各個地方 各種的軍民財政刑法 全部都要有人管 他一個人怎麼處理 於是權力交由中樞省來決定 後來李善長 郭德年紀老邁 退休 把權力交給汪廣楊 後來 汪廣楊和李善長的救世之間 矛盾重重 最後結果被人害死 而李善長背後 提拔了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亦都是淮西的功臣出身 叫做胡惟庸 胡惟庸接掌了李善長的權力之後 操控大局 在中樞省裡面 實際上是指揮大局 朱元璋沒有辦法插手 這樣的情況之下 朱元璋就在紅武十三年的精月 剛剛過完年了 精月初三 恢復上朝的時候 突然在朝廷裡面就指出 胡惟庸犯了欺君奪權 謀反的大罪 審訊了幾天就將他處死 而且牽連了幾萬人 所以可所言之 朱元璋的所謂建立政權的背後 是有很多強大的不同的勢力在裏 另外一方面 各省也有很多元朝的舊有勢力在裏 元朝的官吏 朱元璋雖然有新的皇朝起來 但怎麼可以取代了原有的地方官 原有的地方勢力是不可能的 於是朱元璋採了一個辦法 開科取是 選拔一些年青人參加科舉考試 來加強所謂官吏隊伍的接班 但是目前的官吏怎麼辦呢 我們也要控制他 於是朱元璋就借住 朱薩胡惟庸案 後來牽連到李善長 將這些人一個一個宿稱 製造了很多冤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朱元璋的手段很難 剛才講到胡惟庸案件 其實在明史上比很重要 不過也跟鄭和夏西洋有關係 我們時空跳一跳 鄭和之後夏西洋其中一個要處理的問題 就是當時在今日的南洋 當時夏西洋的時候 的一個古國叫三佛齊 本來離開朝貢 突然間就沒有再來朝貢 沒有再派一隊伍上來探訪和拿貢物 大家就很奇怪 為何這個國家不見了 為何不回覆 曾經原來的消息 被胡惟庸知道 原來他的國家 已經被另一個國家所滅掉 但胡惟庸案下沒有告訴朱元璋 這件事 其中一個原因 並不是全部 張外國所說 他犯欺君之罪的其中一個原因 是的 這個胡惟庸案爆發之後 殺了很多官吏 包括了很多由元朝過當到明朝的一些 所謂的地方官 各方面的勢力 這個官僚集團的人 這個情況之下 朱元璋就覺得 由他的紙質 來監控著全國各地 是有必須的 他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就把他的紙質 分封去不同的地方 古今風雲人物之鄭和 主持張偉國曾卓妍 但是他的繼位的問題 都很迫切 因為他的長子 這個王太子朱標 在他登位做吾皇的時候 已經立為王太子了 當時王太子只有十歲都不夠 但是隨著這個時間一路推移 這個朱標年紀又逐漸長大了 那麼朱標呢 也都接受了這個儒家的教育 為什麼呢 因為朱元璋和他太太 馬皇后 對培養他的紙質 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尤其是馬皇后 雖然他是沒有讀書 妹仔出身 丫鬟出身 但是他認為 作為一國之君的太子 應該是讀好書的 於是他就聘請了當時著名的儒生 送念對太子 進行儒家的教育 所以在經過長期的教育下 這個朱標就培養成為一個 所謂人愛的太子 非常之有愛 對兄弟非常好 對父母非常孝心 甚至對這個老百姓非常之仁慈 那麼朱元璋很多的所謂狠辣的政策 經過朱標 在這個副政輔助的時候 慢慢將他減失 弱化 很多是要殺人的 判了不用死 斬監後 就可以收監算數了 這些做法令到老百姓很喜歡 但是朱元璋覺得太子時候太仁弱了 為什麼呢 怎麼解決呢 有一次是這麼說的 朱元璋在護衛用案之後 後來牽連到李善長 將李善長判處死刑 抄家 但是這個 宋廉的兒子 亦都參與了這個 胡惠庸和這個 所謂李善長的集團 曾經從他有交往 於是有書信旺還 自得有禮節上的旺還 於是朱元璋就認為 這個宋廉的兒子 亦都是胡惠庸黨裡面的人 於是將他處死 而牽連到連宋廉都判有罪 於是要判斬頭 於是這個馬皇后就 沒有理會這麼多 就去找這個朱元璋就說了 他說 人家老百姓家人 請個老師回來教你的兒子 你都要嘛 因得好好招呼他 對這個老師非常之尊敬 你有沒有搞錯 身為天子 將兒子的老師拉去處斬 你做得過不過分一點 這樣說 於是朱元璋被他老婆一罵 立刻不敢不敢 因為他知道 他打天下的時候 是靠他的太太 來跟士兵、仗士 搞好關係 在這個情況下 太太一出聲 王頭一出聲 於是立刻卸免宋廉的死罪 不過要流放重慶 當時重慶還是一個比較遠的 經過長江三峽 這個宋廉沒有辦法了 剛才你所說的 但是船還沒到重慶 宋廉死在船上 病死了 所以可想而知 我們可以知道 朱元璋其實的人 都挺辣的 對於這個 朱標來說 老師這樣無端端死了 事實上也非常傷心 另一件事就是 原來宋廉還有一個學生 是非常出名的學生 這個學生叫方孝瑜 方孝瑜在這次 老師被貶的事件裏 亦獲罪 最後結果 在民間講學 就算了 所以後來 朱元璋臨死的時候 他發覺 以前也是做得過分的 於是就在遺照裏面 請了方孝瑜出來 繼續教他的孫子讀書 不過以後就在一陣子講到 可想而知 朱元璋其實都在 培養他兒子的過程裏面 這個長子朱標 即太子朱標的過程裏面 是廢殺用心的 不過太子實在太仁弱了 鎮壓不了那些功臣縮將 那怎麼辦呢 除了大開殺戒之外 就有辦法了 有一次太子就沒有其他辦法了 太子有一次跟朱元璋講 他說 父王 你這樣做是不是過分了 這麼多功臣縮將都死在你的手上 朱元璋就說 不回答他 叫人拿一條經濟來 那條經濟上面 是布滿梳 很鋒利的刺 幾百條的刺 在木柱上面 就叫他扔到地下 扔一聲扔到地下 然後就叫太子 你撿起這支柱 太子走到那條棍 看到那條棍插滿了 鋒利的又尖又利的刺 手指擺在哪裏 如何撿好呢 正在籌喘之中 朱元璋就說 兒子 我就是為你削平了這些刺 等你以後 拿起這支棍的時候 是能夠不吉手 這樣說 他兒子也沒有聲出 可所言之 朱元璋有為說法 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鞏固 他的諸家的政權 也正常的 開國皇帝總有他的方略 總有他的想法 不過同一時間 剛才竟然說到 歷史總有種種不同的勢力 總有種種不同的力量 你功臣又是一個大的問題 你又要面對 太子早死亦是一個大的問題 之後朱元璋也要面對 分封繁皇為了保護家 之後兄弟又會吵架 又是一個問題 總種的選擇裡面 有可能發生種種不同的情況 是的 因為朱元璋慢慢想不到 他為兒子鋪平統治之路 削除很多棘手的刺針的時候 他的兒子在洪武25年的時候 病死了 太子一死 對朱元璋來說 打擊非常大 因為當時他已經是60歲的人 他的兒子死了 其他的兒子分封在外面 這個太子有四個兒子 他的長子就叫朱韻文 朱韻文當時只是十歲左右 你可想知道 他傷心的情況 沒辦法形容 在這個太子朱鋪死了之後 有些大臣又說 不如我們找一些年長的皇子 進來做繼承帝位的皇柱 朱元璋考慮過 我們既然以儒家的禮制 來作為我治國的方針 我必須要遵從儒家禮制 立的以長 有的子立的子 無的子立長子 既然朱標是的子 朱標也有長子 也有的長子 即是太孫朱韻文 於是決定立朱韻文 做新的皇太孫 還不是 皇太孫年紀又小 更加人弱 所以後來朱元璋想到 不如請方孝如先生 來教太孫讀書 這樣說 另外一方面 他提拔了幾個大將 最初提拔藍玉 藍玉是常宇春的外生 一個非常作戰勇猛的將領 曾經率領軍隊 滅雲南的元朝的梁王 令到明朝統一天下 但是這個藍玉始終傲慢非常 朱元璋幾次斥責他 藍玉都不收斂 最後結果朱元璋把藍玉處死 處死之後 牽連到幾萬個將領 軍事方面的將領 是受到牽連 在這樣的情況下 朱元璋就覺得 都沒有辦法 唯有找誰呢 找他的女婿 女婿就是梅恩 也有他外生的兒子 李景龍 來扶職他的孫 李景龍是什麼人呢 就是朱元璋的外生 李文忠的長子 李文忠這個人 在朱文正死了之後 繼承了朱元璋的軍隊權力 第二把交椅 在這樣的情況下 朱元璋對李文忠賦予厚望 是他的的親外生 是他姐姐的兒子 但是李文忠的人 也跟朱文正一樣 公子哥兒 非常之我們叫做什麼 驕傲 驕眾不凡 這次朱元璋就沒有整治他 不運他去監獄 因為怕他好像朱文正一樣 在監獄裡面 就捱不住死了 於是 就捉了他身邊兩個親信 在李文忠面前 將這兩個親信 鑑生打死 說他引渡我的外生 是做不法的事 當場就將他 外生兩個親信 當場打死 嚇到李文忠 回去馬上病了 沒多久 李文忠死了 於是由李景龍 接替了李文忠的爵衛 在這樣的情況下 朱元璋到了王太子死了 拆封太孫之後 找李景龍和梅恩 還有徐輝祖等人 輔助王太孫 後事如何 下一集再講 好 下次繼續 一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